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位新西兰,记得台阳还有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希望大家点赞、分享和订阅 请记得订阅《望向编辑》、《正向铺》和《晒冷气》 继续壮大中立模式的力量 好了,本节回来跟大家讲回澳洲的话题,好吗? 之前我们经常说有大概53艘船在中国的海面停留了很久 上面有10亿澳币的煤炭 真的,挂置在上面的煤炭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会不会排队继续入中国境 因为之前澳洲媒体放风说有机会全部放晒放行 结果北京就已经跟他说了 麻烦你找其他买家,我们不要,一点一点都不要 真是死了 结果他又打算找其他买家 但大部分价值已经流失怠近了 没办法再卖给其他买家 这个也是澳洲国内最大出口企业所面临的最新打击 目前澳洲140亿煤炭出口贸易已经遭到重创了 摩总、莫里森政府的压力都越来越大 不过在澳洲上市的CORONRADO GLOBAL RESOURCES 他就说 煤炭长期被困海外 价值一定会大跌 已经是没办法的了 如果将它买给竞争对手 已经不是一个选择来 之前我们说过了 可以暗渡陈仓卖给印度 或者卖给巴基斯坦卖给中东的地方 再卖给中国 但是这个已经不行了 因为中国看穿了 因为你的船如果运去那些国家 它怎样都知道你 你有航行记录 除非你在澳洲 你在澳洲运去那些国家就可以了 最坦白说一下 不是53艘船 是70艘船 70艘 我停了很久了 没错 还没肯走 我记得很惨 较早前就传出 这些船因为停在外港 都停了一段时间 搞到船上的水手 都非常不耐烦 还要安排一些食物给他们 已经出现了所谓的人道灾难 他们说而已 其实不关中国的事 是中国叫你走 但是船主和房主说 不要啊 一定要等到买到为止 那就没办法了 那些船主问题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船队没有移动 任何中国官方的消息都不给他们 这位首席执行官 就是Coronado的执行官 叫齐武斯 他就说 哎呀我觉得中国人 根本 不会将这些货物 买 你只可以转卖给其他人 但是为时已晚 因为经过在海上的风吹雨打 这些煤炭已经变了质了 所以其他买家日本 日本人都不肯 他说已经联系过日本买家 但是 他们觉得 喂 你拿些旧货货给我 他腌了很久 海上腌了很久 是的 就算有些是盖住 其实是没有盖的 盖住也没用的 因为始终有风吹 还有海有咸度 受19%影响 煤炭的供应和价格的波动 中澳关系 和巴西的煤矿 都发生了致命的意外 这些全部影响因素 虽然煤炭价格 是升 对于中国来说 他宁愿买贵的 亦都不在澳洲 买点漂亮点的 你放在海上这么久 宁愿买差点的 都不在澳洲 其实澳洲的价格又便宜 和质量又高 但是就是为了打 因为不要乱说 说回来 就像刚才我所说的 Cornado这家公司 其实是一家大的 煤炭企业 已经损失了大概3亿澳币 2019年的时候 利润 就是 大概4亿澳币 即是损失了75% 一家公司 即是大公司 这家公司的股价 最新股价跌了10.7% 跌至1.08 中国的新订单 对澳洲的 第三大出口产业 大流出巨大的打击 即中国的新订单 是指没有订单 澳洲原本希望 随着 中国重新 设定非正式进口配额 解禁就可以 置日可待 结果是没有发生 很惨了 这么久都解禁不了 但是就不停 放风就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现在搞到就是 这些船 就停了在 中国港口以外 等的都射不到货 所以 现在 都是那句 他们说 哎呀 我们找新市场 摩总也是这么说 其实澳洲很多公司 对高度依赖中国的 入口 去赚钱 但是 鉴于 中国对全球煤炭的影响 这家公司 都是密切 关注的情况 他们 还有一肆希望 就是希望 全球煤炭那么贵 煤有便宜 会不会屈服于我们 继续买回我们的煤 现在中国政府最新的 说法 其实之前都说过一下 就是 一粒都不买 不用了 你自己把煤炭 卖给日本人 或者卖给其他国家 而且 最大事就是 坎培拉方面 就是摩总政府 没有释出任何善意的 尖铐 这家公司的CEO 他又说上个星期 他故意 去坎培拉 找摩总 和其他参与 和部长进行了会议 他们都觉得 中国 一定会继续抵制 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 不过他预计 又是这句 这个摩总说 摩总说 预计是经济现实中流 中国将会向我们屈服 因为 北京向美国生产商 支付的价格 是昆州和 新州生产的 煤炭价格的 两倍 他可以帮美国老买 但是不一定代表 可以帮澳洲老买 有长命 是的 而且他说 哎呀 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这些非常政治化 你真的要多谢摩总 谁先搞政治化呢 就是摩总 应该说 前总理谈保 禁止了华为 又说什么国安 现在 今时今日来说 很多 中资企业都是被人禁 都是用国安理由 买个烂机场 都是 都是国安理由 其实就是为了 准备有些选民的选票 之后他十分嘴硬 他说 郭英伟不会持续一年 可能会持续六个月 你看一看 他就说 原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政治压力大于经济压力 在昆州中部的營运商 Kura 其实一直都是 能够通过美国的煤炭商 继续向中国的钢厂 提供煤炭的 价格超过每吨200美金 记得成本 澳洲佬给他200美金 中国卖255美金 所以他就很自信 相比之下他直接跟我们买 就是这个价格的一半 所以我相信 中国是会屈服的 你看一看 他说一年 看看一年之后会不会 一年 这些船 等一年 在港口外 是不是 还有 其实北京的禁令 令到煤炭贸易 有了巨大的改变 澳洲 被迫在遥远的 欧洲市场 找客 在巨大的 利润 誘惑之下 摩总的大佬 美国 已经 不断地卖煤炭给中国 又说好兄弟 其实 就是 把澳洲的小弟的佛家 全部拿走 抢走 其实 今年年初 澳洲的价格 是很便宜的 刚才我们说了 200多美金 如果是 中国的话 中国买美国煤 其实都是澳洲煤 中国买的煤炭 就是200多美金 澳洲的 招煤价格 只是130美金 煤噸 扣除人力成本 中国仍然 只需要付180美金 中间 是50-60美金 但是这个数字 也不小 但是都比 255美金 便宜得多 所以澳洲的 煤炭商 觉得中国 始终都会 熬不住 之前我们节目说过 只要 中国 有一样 就是 不将GDP 变成硬治标的话 大家都不赶着 搞那么多 大型基建 或者建楼之类 澳洲就是 这样 是 做少了基建 这是一个 现实的 经济问题 我觉得 少了项目 需求 自然少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 它是练锋 其实就是煤炭 用来练锋 讲回加拿大的 Tag Resources 其实是另一格 又是自己五眼的盟友 他 亦都是趁澳洲 煤炭 被禁止的时候 大量卖煤给中国 以利用短期价格 优势 这个北美生产商 他就立即买很多煤给中国 因为短期内 虽然他的生产成本 都是比 澳洲高得多 但是 比起美国煤 他又便宜一些 所以他可以继续卖 另外 昆斯兰州的 Derry Manpool Derry Manpool Bay 这个煤炭 码头 专门做煤炭 自从上年11月中旬以来 这个码头 已经 未向中国发过一次火 一粒煤都没有去到 亏损已经达到 1.13亿澳币 从这个财年来看 这个码头出口到 因为之前没有煤炭 11月之后 一粒都没有出过 其实 已经跌了 即是出口到中国的煤炭 已经跌了13% 其实那个13% 就是11月之后 只是剩下 1450万吨 其实也很多 这个码头就是澳洲三大处理煤炭的码头之一 你可以看看其他码头的一样 如此同时 这个码头出口 就涉及 20个煤炭生产商 主要都用于 煤钢的 冶金的用煤 而动力煤 在煤炭供应中 占的比例 是不到 五分之一 那么少 是 另一方面 我们经常说的 那个 奔赋的 就是奔赋的 母公司 其实 已经不会任何这么说 这个 赋一 就是 持奔赋这个牌子 其实 已经因为 中国业务 大大缩减 裁员了60人 真可憐 应该这么说 赋一 所有者 应该这么说 是赋一 集团 已经裁了60人 因为 澳洲 葡萄酒 被证 受惩罚性关税 当然 内政报 就说 其实没什么影响 为什么炒 60人 应该错 不是内政部 是 是贸易部 看错了 不好意思 贸易部 为什么炒60人这么多 赋一的正式声明 就说 喂 大佬 大部分职位 都在销售 和 市场部门 这个范围 很明显 就是 在中国的 产品 就是销售 当然是跟中国人联系 中国市场都没有了 不炒人干什么 还养着干什么 都销售不了 不过 这个星期 其实就是 昨天 赋一的中国员工 参加了一场 内部会议 其实赋一原来 在上海 是有公司的 公司 这次重组 都是得到 赋一的证实 可能炒的是 赋一的 中国员工 或者是 华籍员工 应该是 有澳洲籍的华人 在中国做的 嗯 那是损失 你 损失也是 华籍员工 那就 不是很大损失 所以澳洲政府就 你炒人不对 媒体都没什么报道 其实炒60个人 在澳洲来说 都算多 在澳洲多 是的 50人以上 都是上了新闻的 有时候都是 哦 那说回 中国对澳洲的葡萄酒精收最高的 是212%的关税 是 互贵员工 因为它不是全部收的 互贵员工在有些品牌就没有收的 互贵的 只是互贵员工 不是让你应用全费 不要紧 所以 我们经常说的 互贵员工的 CEO Tim Fog 他说 在北京政府征收临时关税之后 我们中国组成员一定要重组 之后他说遗憾的是 我们在中国的团队会发生变化 就是属皮了 我们的重点是支持受影响的团队成员 并且在这段时间继续为他们提供最大的关心和尊重 不惨就行了 而且他说公司没有放弃中国市场会坚持下去 好 攜着勇气 坚持下去 不过另一边商 虽然这些都是不利好消息 但是因为这个稀土之战 其实澳洲也有好处 我们有节节目也说过 现在说得更详细 大家知道澳洲的稀土公司 Ninas 那家公司刚刚的财政报告显示 公司的收入已经增长了12.4%至2.02亿澳币 税后利润增长到8061万澳币 这个消息是很令人鼓舞的 之前那些工人可以去挖稀土 稀土的好像是高级的 高级的 做文章也可以 那就行 比上个月收入多了 这家公司的增长率是944.4% 就是因为拜登 因为拜登说 我们战略是要放弃中国稀土 所以就逼澳洲人去开彩 这家公司也是受到美资的投资 之后也在美国开分公司 终于入水 多得美国 还有多得中国 这家公司是广泛用于航天 航空 金属合金 电池 钢纤技术 太阳林板 激光 玻璃着色等领域 所以全世界都是争取来用的 好 今集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